大家好,我是杨阳 很开心大家能够点开我的视频 首先我真的特别感谢大家 前天对我的一个生日祝福 因为昨天我没有发视频 昨天我去医院里面了 特别开心 每一位朋友对我留下的一些生日祝福 以及未来大家对我的一些美好的祝愿 我都有看到 所以说特别感谢你们 谢谢大家 再一个就是 有一些朋友就是 其实大家都对我真的特别友好 不管是对我精神上的一个鼓励 或者说对我整条视频的一个点赞 发送 然后强烈推荐 这样都是一个特别大的支持 每个人都以每个人不同的方式 在对我支持鼓励 但是也是会有一些特别不友好的言论 甚至有人怀疑说 我每天坐在这个笼椅上拍拍视频 我就坐等收役啊之类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说一个正常人的手 怎么可能是这个样子吧 对不对 我这个也没有什么说 你要装的或者怎么样的 完全没有必要 为什么说我昨天没有拍视频呢 也是我去医院里面去拿药 然后再给我做一个复查之类的 我在后面会放上我 昨天去医院里面 检查以及拿药的一些视频 现在是早上的七点半左右 我们开始出发了 我弟弟十二号也要去学校了 所以他也要来做一个 核酸检测的证明 这里可能是许多人 都不愿意来到的这个地方 但是这里往往能够见证 忠诚与善良 不管生命赋予了我们 什么样的意义 我们都值得为此努力一把 在一个生命这么 郑重启示的一次性产品 我们怎么舍得让它不美丽呢 虽然说我现在 即使是这样的活着 我还是愿意去 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 尽量的让自己活得漂亮一些 相信你所有的努力 最终都会被看见